台中东市区一位慈祭照顾库吴女婿 今年53岁她有过两段不顺遂的婚姻 人生低潮多又遭逢女儿车户故事 自己则是许多疾病缠身 她做资源回收勉强过日子 遇见慈祭解开了她的心结 即使生活困苦她也愿意手心向下助人 推着婴儿车在社区街道慢慢减实资源回收 患有糖尿病的吴女士曾经中风行动不太方便 为了养活自己做回收维生 一边做一边复健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我们这样出去捡一方面做复健 一方面心情比较开朗 人生低潮多两段失败的婚姻 宝贝女儿因为车祸离开人世 身体状况不好经济也陷入危机 姻缘认识慈祭生活有所寄托 心底忧郁时看静思于转心念 人比人去死人 你还想着多多人比人比我还要 搬转手心即使生活困苦 吴女士成为慈祭会员行善助人 大爱新闻正上美志工李百合詹德权 台中报导